学长,听说退休制度改了,你明年满50岁,有想要退休吗? 我听说有什么指标数的,不知道现在不退,以后会不会受到影响? 我看过上次NPA署长室的介绍,为劳人员的指标数过度适用期直到104年。 明年105年起,指标数只能违规适用一般公务人员的指标数。 我算过,我刚好明年就符合一般公务人员指标数,而且一直到109年以前都符合可阅退的资格。 等我想退再退啊,不急。 哦,那你明年要退休吗? 没有啊,舍不得你啊,想和你在一起久一点。 那我跟你一起退好了,可我的要怎么算啊?上次NPA的影片有看没有懂耶。 哦,不用心啊,目前啊,是指标数的过渡时期,你小我两岁,跟我一样是20岁从井,所以明年你的年资加年龄只有76,还不到80不能退。 要退啊,只能以任职满25年的方式办理一次退。 我看你啊,还是在等等吧,况且我也还在,你急什么呢? 是没错啦,可是我还是好奇,何时可以领月退。 好,我赞给你看哦,首先呢,你最早也要107年才可以领月退,虽然那时你未达该年度指标数82,但是可以申请退休后办理斩期或减趴。 斩期呢,就是先不领,等到55岁再开始领月退休金。 减趴啊,就是以55减去你退休时的年龄,再乘以4%,像你啊,就是55减50乘以4%,所以要减20%, 如果108年退就是55减51乘以4%,所以扣16%,这样了了吗? 不过啊,我会建议你干脆做到109年再退,刚好符合指标数,也不用减趴比较划算。 不过啊,这个109年对你非常重要啊,因为110年指标数就停止试用,所以到时候你要月退就必须年满55岁咯。 啊,可是我还是很好奇,退休后可以领多少钱呢?还有减趴,是减多少钱呢? 这个啊,可以找人事承办人员帮你算啊,或是上全续部的试算网页,点选公务人员退休所得试算。 来来来,顺便啊,教你填好了。 首先呢,先拿出你的薪资表,对照一下,填好之后呢,输入你的任职起始日。 这两格啊,就会自动帮你算好啦。 那如果有主管加紧的话,最下面记得选一个最有利的方式哦。 最后啊,再往上按下贵修金试算,选择月退,就算好啦。 这样了的吗? 了解,就是啊,一直陪你到退休,再请你帮我算啊。 哈哈哈哈哈哈 更多资讯请上NBA署长室。 您用个试车给您帮像内心。 那我们下期备rical您事件。 它的描运,总被帮到一声识算מ丝离要和上乱兆着到üs所。